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畫面中的黑衣男子拿著蜂腔 正在幫剛洗好的機車吹乾 一旁白衣女子也拿著抹布幫忙 沒想到左後視鏡的玻璃突然噴飛 還打中女子左眼 痛得他蹲在地上 這起誇張的受傷事件 就發生在屏東一間自住機車廠 結果一查才知道 是蜂腔把後視鏡的玻璃吹破 打中這名16歲的少女左眼 他受傷了以後他有傷口 所以裡面的水 組織液就跑出來 那眼球就會像個爛皮球就皺縮下來了 經過檢查 原來玻璃碎片刺進少女眼睛 導致原本1.0的視力差點失明 還好經過5個小時手術 將眼球完成修補 他還好不是從眼角抹進去 是從眼球旁邊的白眼球 就拱抹的地方 裂了一個傷口 那把它縫合起來 我們再把它成形刺傷眼球的時候 就不要再去加壓止血 或者是去揉眼睛 這時候我們就是保護眼球 安全帽是有面罩的話 最好還是戴著是比較安全的 醫師提醒 由於風槍有一定壓力 洗車時最好戴著護目鏡 或是乾脆戴上安全帽 而且保持五六十公分以上距離 但到底少女受傷 是洗車業者的風槍壓力太大 或是機車後視鏡品質有問題 甚至是使用者本身使用不當 當事人也正在協調處理 希望釐清出真正原因 TVBS新聞 葉豐達 五少龍 何一信 高雄 頻道報導 網上看新聞 請下載TVBS APP 或直接按訂閱TVBS新聞頻道